地方就是机车的轮胎撞到路源石 你看还没有验收才刚做好 每两个礼拜已经受伤三次了 新设路源石还没有验收 前端却已经出现明显的撞击痕迹 这里是金融市区东岸高架桥下 由于衔接海洋广场与二性循环站的行人 穿越到距离较长 金融市政府特别在高架桥下行穿线旁 增设路源石 希望保护停等行人的安全 没想到一番美意却成为路上的陷阱 两周不到已经连续发生三起机车查状意外 路过机车歧视也说真的很危险 金融市议员通知委因此邀及金融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到现场勘查 希望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机车族等相关的不习惯 这近期才刚设置还没验收已经发生了三起交通事故 都是机车去插撞到这个路源石 我想相对来说我们在保护用户人的前提应该平衡一下行人跟这个机车组 所以我们会再要求交通处再重新审视做一个更安全 第一个保护行人 第二个也让机车组可以安全的通过 因为这边也是机车组的停等区 所以我们再重新的检讨要求交通处再重新规划 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会跟找相关单位来做一个限宽 那可以引用一些改善的方式 由于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大 同志会表示将要求规划设计的交通处与施工的都市发展处两单位 紧速协调进行改善 避免再发生交通意外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